锦衣之下电视剧几时上映 尹涛指导的电视剧《锦衣之下》将于2018年起上映播出 该剧由任佳伦、陆毅、谭松运袁金夏、韩栋、颜世帆、叶青、尚关锡、姚依晨、谢霄等主演 锦衣之下这部电视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主要是讲述了明朝嘉庆年间 六扇门第一女捕快袁金夏与锦衣为陆毅因为一宗案件 两人展开了一系列的纠缠故事 目前该剧正在热拍中 后续将会陆续更新演员信息 敬请期待 锦衣之下电视剧结局是什么 电视剧讲述了天赋一禀的六扇门女捕快袁金夏 谭松运是因为一桩案件和性情狠辣的锦衣为陆毅人家轮世结下梁子 金夏本以为此生与她再无交集 奈何冤家路窄 朝廷十万两修和款不翼而非 金夏奉命协助陆毅一起下扬州查案 替朝廷找回丢失的官吟 本事道不同不相未谋 却因惊天密案联手 两人从事同水火到刮目相看 再到情难自已 命运的齿轮从此旋转在一起 然而是与愿违 金夏竟是当年下延案的遗孤 背负家族血仇的她与陆毅之间 横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 最后 两个友情人历经苦难 为救百姓 抗倭寇 除奸宁 放下家族仇怨 联手对敌 冲破世俗枷锁 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上官西扮演者叶青个人资料 叶青 1988年11月13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 雅克时事 中国内地女演员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高职学院 06级表演戏 2011年出演 步步惊心中的灵秀善良的玉台一角 被广大观众认可 同年参演电影《无底洞》 饰演顾小宇 2012年出演电影《爱在那一天》 饰演女一号 2013年 叶青主演了金奴李维斯的导演处女作《太极侠》 2014年 出演《步步惊情》 在剧中饰演孟欣怡 2015年暑期 叶青参加东方卫视明星真人秀 《我去上学了》 童年年主演电影《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和我的战争》 并参演古装玄幻电视剧《仙剑云之凡》 2016年 叶青主演由陈明章导演指导的都市爱情剧《飘扬过海来看你》 参演《怀余版深夜食堂》 2017年 在偶像剧《遇见爱情的丽先生》中是季智珍 在古装玄疑剧 《锦衣之下》中饰演上关西